新书快报 大家好 我是成品书店的阿乔 我是周翔 我想先讲读一段文字 这是这个作者李荣玛在帮这本书写的前沿的一部分 他说没有理想的现实就像没有未来的现在 我为了不当和不合理的现实愤怒 抵抗不断冲撞 因为我总是想选择未来而不是现在 听起来是个异议分子的 可以这么说吧 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作者是李荣玛 他其实是一个韩国的记者 NBC的记者 NBC在台湾就像是三台的概念 就是一个国家的电视台 这个记者他其实生了重病 如果我是医生 我听到我得了这个癌症 我大概只生一年 然后我不要做积极的治疗 我只要马上回家减轻痛苦 准备迎接那一天的来临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这个作者他有两个小孩子 他心里想说 与其就这样等死好了 我能不能做些什么事情 给我两个还没长大的儿子呢 与其他写了这本书 书名《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这书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个爸爸作者的自传 他从他小时候 从长大 从小念书 然后长大求学 到后来当了记者 甚至到后来领导了罢工 读完之后其实还蛮感动的 希望这边推荐给大家 其实你刚刚一开始念的那一段 会让我觉得好像是意义分子 那个欲中的回忆或自白 不过看起来好像是写给小孩子的 这就是味道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自传里头 也没有讲到说 他在NBC临到罢工的这个事件 到底造成了什么结果呢 韩国的前任总统被罢免了 然后新任总统上来了 那某方面来说 这件事情最远的导火线 其实就在罢工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罢工呢 在普景辉那个时候 政府的手已经伸进了NBC里面 媒体不再是媒体 他变成是所谓的政府的搭受 于是NBC里面的记者们 有些人就默默承受 但是更多的人就觉得说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愤怒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就引起了罢工 那其实这个罢工总有两次 第一次其实李荣玛 作者他有参与 但并不是里面重要的人 第二次李荣玛就被推上去 做了工会罢工的领袖 大家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扛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大家都预期 应该是一个失败的罢工 李荣玛的名字就说 因为他的前辈们 都做了这些事情 如今轮到他了 他认为他应该要扛起这个责任 所以是这本书 让我很感动的一个部分 很多自传都让我们看到 这个作者他本身在处于 一个社会的某种情境里头 他怎么挣扎 例如说你说政府如果把手 伸进这个媒体里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韩国有很多所谓的财阀 但三星公司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 很简单很明显的例子 三星跟政府互相勾结 政府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利 去干涉媒体说 你不可以报道三星的坏的事情 今天就是有个新闻 就是三星的负责人 在里面犯罪了 犯一个经济的罪 然后后来被关起来 这件事情其实NBC开始不能报 后来也是在NBC坚持之下 后来才能报出来的 作者他写了三星相关的新闻之后 本来预期要报了 一开始明明就排在前面 但等到他隔天来上班的时候 就发觉这个新闻一路一路排 排到最后面 然后等到前面新闻都报完之后 他就没有时间可以报了 或者是要消化新闻是不是 好啊那我们找地方把报出来 就放在那种午夜一点两点的时间 把解决掉就结束了 这本书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了 这个作者是个记者李荣马 那虽然已经重病了 但还是写了书 要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是南韩人 所以书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就是我们会看到很详细的 他从小到大的南韩的所有社会 或生活上的情境 这本书虽然是一个自传 不过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韩国近代史的阅读读物 也是很适合的 因为这个作者呢 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是一个乡村 然后旁边其实就是一个所谓都市好了 那我们在台湾我们会说 台湾我们会说战南北战南北 在韩国其实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两个地区的人其实互相看不顺眼 觉得对方都是一些 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好了 这么说 那可是因为地区很近 所以到了学校的时候 难免会在一起念书 作者就其实从小就常看到 所谓送钱文化这件事情 有钱的地区 比较强势的地区 他们的父母就会在念书的时候 把包好钱 像我们小时候那种看那个水果栏 然后上面放着水果 就盖着布 然后下面也放钱这件事情 天天天很怂 就拿去给老师 那老师收到钱了之后 他就会对这些学生特别好 然后那至于那些没有办法送钱的 就是比较落后地区的学生们 就放他们放牛吃草的感觉 那就不大管他们了 那学业上面也不特别在意他们 不照顾他们 那这种事情其实在念书的时候 作者念书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碰到 从小学到高中到高中 一直常常碰到这些事情 当然直到后来 法院这边就开始慢慢觉得 这种事情其实不应该发生的 随着一个比较开明的总统上任之后 就是希望能够改变这些事情 于是就立了法让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 不过这都已经是到了作者长大的时候了 所以其实作者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觉得从小他就培养一种 这个社会其实真的是一个不公平的环境 原来南韩也是有那种送礼的事情了 我想说我们自己现在已经规定说 送礼不得超过30块还是50块这种事 之前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是一路走来才会走到现在 这是南韩的书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书给你什么样的冲击 或者希望做一些什么改变 刚刚前面有说 这书其实把南韩的近代史故事看也可以 不过对我来说 我自己看完很感动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记者 这位作者李荣玛 他一生当中其实都在为了不平的事情 在努力在奋斗 哪怕知道觉得可能不会成 或对他自己并不好 甚至他可能影响到他的家人 但是如果他认为这个事实是好的 是重要的 是应该要做的 他还是会奋不顾身来往前做 这本书给我很大的激励 或者鼓舞 就是明知道有些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 或者是你根本不需要躺吃到浑水的 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在于一个信念这件事情 你相信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是对的 哪怕它再困难你都应该要努力完成 这本书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对我来说就用到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最后再把这书名再为听众没有介绍一次吧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我是成品书店的阿乔 我是周翔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看到一个人很 algunas的о样的 到了 那么 微笑 就是 呛 我们 在